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内容 从投资机会到国际贸易 再到流媒体服务的最新动态应有尽有 首先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的首席策略师认为 美国中小型股票现在是一个不错的购买机会 同时 加拿大正在努力推动与越南的贸易关系 希望在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同时 加强与越南这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体的联系 接下来 迪士尼带来了一项重大更新 将会陆流媒体服务整合到迪士尼平台中 目的是提供更便捷的观看体验并增加订阅量 此外 瑞士银行UBS完成了将瑞士信贷的一部分资产 出售给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交易 而亚马逊则一误导消费者 而在波兰被罚款780万美元 最后我们还将探讨一些更多地方信和特色新闻 包括一个印度家庭在曼尼托巴省冻死的悲剧 《横春季》系列的营业利润超出预期 以及阿德蒙斯购物计划收购 阿尔格纳购物在加拿大的麻吉纽矿山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着大家 包括房地产市场的最新趋势 葡萄酒世界的新旧对比 以及安大略省财政赤字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BMO首席策略师认为这些美国股票是购买机会 加拿大环球邮邦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首席策略师布莱恩·贝尔斯基认为 由于近几个月来相对表现不佳 美国中小型股票有望表现出色 这位投资者提供了购买机会 贝尔斯基建议在中小型股票领域 采取高度选择性的投资组合定位 花旗外汇策略师丹尼尔塔邦建议做空美元对家人的交易 基于对美国第二季度数据 季节性疲软和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改善的预期 加拿大国家银行策略师斯特凡·马里昂指出 加拿大活跃企业数量下降 并预测该国的失业率将在年底达到7% 加拿大推动越南贸易 西方从中国撤销风险 加拿大环球邮报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加拿大对代表团 本周将访问越南 虽然去年与越南的贸易放缓 但莫泰华和加拿大企业都在寻求加强 与不断增长的经济的联系 加拿大希望越南购买更多产品 与平衡目前的贸易顺差 与此同时 越南的制造业基地正在增长 它正在成为许多供应链中中国的替代品 Hulu在Disney上推出 旨在提高流媒体使用率 加拿大环球邮报 迪士尼已经完成了将灭想大众的Hulu流媒体服务 整合到适合全家观看的迪士尼平台中 此举旨旨在为客户提供更便捷的观看体验 并在有限电视使用量下降的情况下 增加迪士尼的流媒体订阅量 来自Hulu的数千部电影和电视节目 将与Disney应用程序中的迪士尼节目一起显示 并出现在搜索结果中 尚未订阅Disney捆绑套餐的用户 可以选择每月额外支付2美元添加Hola 家长控制设置还允许订阅者在儿童档案中 限制对Hulu的成人内容的访问 自2019年11月推出Disney以来 迪士尼的流媒体电视部门一直在亏损 但首席执行官报布艾格表示 该业务将在今年实现盈利 瑞士银行UBS信80亿美元的瑞士信贷资产 出售为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 加拿大环球邮报 瑞士银行已完成将瑞士信贷的正确化产品业务 出售给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交易 阿波罗将购买80亿美元的优先担保融资设施 瑞士银行预计将在2024年第一季度 从该交易中获得约3亿美元的净收益 这项协议是瑞士信贷为了避免崩溃 而与阿波罗达成的最后努力的重新谈判结果 瑞士银行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尤汤 塞尔吉和售府和瑞士银行清理和简化非合金和遗留投资组合的战略 亚马逊被波兰消费者监管机构罚款780万美元 亚马逊已误导消费者会与产品可用性和交货时间而被波兰消费者监管机构 UOPK罚款3100万波兰兹罗提约合780万美元 监管机构收到了未收到订单的消费者投诉 并表示普通消费者有权认为商家提供的购买选项和交货时间不会误导 亚马逊表示将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并声称已提出多项自愿修正措施以改善客户体验 据消息人士称中国碧桂园聘请Crow进行清算分析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国开发商碧桂园已聘请金融咨询公司Crow在5月17日的法庭听证会前进行清算分析 此举是因为该公司面临影响非支付2.05亿美元贷款的清算申请 毕桂园的离岸债务在去年10月未能支付款项后被认定为违约 此前该公司曾聘请毕马威和律师事务所Crow asan作为顾问 以审查其资本结构和流动性状况 两名男子被指控与曼尼托巴省印度家庭的冻死有关 已出庭 《加拿大环球邮报》 2022年 一个来自印度的家庭在试图步行进入美国时被冻死 这起案件出现了新的袭击 哈什库马尔拉曼拉尔帕特尔哈什康克拉曼拉的Till 现在面临7项人口走私指控 据称他为家人组织了前往曼尼托巴省爱莫生附近边境的交通工具 检察官称 帕特尔在送走家人之前曾被警告过暴风雪天气 法庭文件还将帕特尔与一个总部设在印度的人口贩运组织联系起来 该组织使用学生签证将印度国民带入加拿大 然后帮助他们越过哈特尔将在明尼苏达州出行 而被指控开车送家人到边境的男子史蒂夫·尚德西县也计划因额外指控而被传讯 M20系列季度营业利润高于预期 加拿大环球邮报 亨报道称 2022年第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好于预期 导致其股价上涨13% 这家瑞典时装零售商的利润达到20.8亿瑞典克朗 1.96亿美元 高于上一年的7.25亿瑞典克朗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4.3亿瑞典克朗 康密之在努力与Zera和山竞争 但其第一季度的销售额仅下降了2% 而分析师预期的降幅更大 该公司计划开设100家门店 主要在成长其市场 但将在更成熟的市场关闭160家门店 阿拉莫斯黄金公司与阿尔格诺特黄金公司 签署了一项协议 收购其在安大略省的马吉诺矿山 多伦多新榜 阿拉莫斯购物宣布计划收购 阿尔格纳购在加拿大的马吉诺矿山 同时将其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资产 分拆给现有股东 阿尔格纳的马吉诺矿山与阿拉莫斯 在安大律省的埃伦沟矿山相邻 预计将实现成本节约和共享基础设施的利用 根据协议 阿尔格纳股东将获得0 0185股阿拉莫斯普通股 和一家新公司的一股股份 以换取他们持有的每一股阿尔格纳股份 新公司将拥有阿尔格纳在美国的福尔的 坎尔格纳矿山以及墨西哥的几个运营和一个项目 早间更新巴尔德摩大桥被无能为力的货船撞到后倒塌 6人被推定死亡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一艘货船撞上巴尔德摩的一座大桥 导致其倒塌 据推测有6人死亡 这座桥在几秒钟内被摧毁 掉进了下面的河里 该船的船员在碰撞发生前不久 发出了五月天的呼叫 允许当局限制桥上的交通 失去动力的船撞上了桥梁的一个支架 导致结构立即倒塌 对失踪人员的搜索暂停到今天 不胜利的彩票连胜记录终结了 有人赢得了11.2亿美元的麦克尔米尔仨价 加拿大环球邮报 新泽西州的一位幸运赢家 赢得了11.2亿美元的麦克尔米尔仨价 这是自2018年12月以来的首次中奖 此前连续30次抽奖都没有人中投奖 中奖的概率是3.026亿分之一 获奖者可以选择年金支付计划 或者现金支付537 5万美元内着大型彩票抽奖 将是估计为8.65亿美元的power包大奖 沃泰华的瓦茨和詹纳 多伦多的斯普纳被评为PWA敲本周的明星 加拿大环球邮报 沃泰华的前锋达里尔瓦茨和布里安尼 詹纳以及多伦多的右翼球员纳塔利 斯普纳被评为职业女子冰球联赛本周的三颗明星 瓦茨在两场比赛中打进四个进球 其中包括在对多伦多的比赛中完成帽子戏法 詹纳打进两个进球并助攻三次 斯普纳打进三个进球 使他本赛季的总进球数达到15个 随着春季房地产市场的开启 买家信心增长 加拿大环球邮报 多伦多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在安大寿 学校春假后进入四月 焕发出新的活力 巴西房地产的经纪人帕特里克罗卡帕特克表示 由于今年三月底是复活节假期 卖家一直等到四月才开始行动 但由于供应不足 一些交易活动受到了抑制 尽管一些经纪人会在学校放下期间挂牌 罗卡更倾向于等待更多买家 可能在家中专注于找房子的时候在行动 他补充说 随着买家对利率不太可能上涨的信心增强 价格再次稳定下来 而在秋季下跌后 买家们也变得更加有信心 尽管如此 博卡棘高卖家2022年的最高房价不会很快回归 说到葡萄酒一切都是旧的 再次变新吗 加拿大环球邮报 随着世界各地的酿酒师采用传统和现代酿酒方法 老世界和新世界葡萄酒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 老世界通常指的是欧洲传统酿酒国家 而新世界则包括其他所有地区 老世界葡萄酒往往具有更高的酸度 较低的酒精含量 更复杂的口感和较少的骨味 而新世界葡萄酒则以成熟浓郁的口感 高酒精含量较低的酸度和明显的骨味为特点 然而随着气温升高和技术进步 现在可以在新世界找到充满活力的白色博梗的葡萄酒 和专注精致的新世界霞多利葡萄酒 欧洲的葡萄酒标签通常侧注于葡萄生长的地方 强调土壤的重要性 而美洲的生产商通常强调品牌和葡萄品种 越来越多的酿酒师努力展示他们葡萄园和产区的独特特点 无论他们是在老世界还是新世界 现在这两个类别之间的区别 更多的取决于生产商是否采用现代或传统的酿酒方法 安大略省的赤字飙升税收大幅下降 袭击多伦多男孩的狗有暴力 是多伦多新榜 安大省政府公布了一项预算 赤字为98亿加元 比去年最初预计的盈余高出100亿加元 赤字是由于经济放缓导致的税收低于预期 尽管有赤字政府仍计划在202026年选举活动开始前平衡财政 这项总额为2145亿加元的预算 将分配850亿加元给瑞生部门 376亿加元给教育部门 一加元给其他项目 然而预算还揭示了对国际学生新限制的影响 预计在未来三年内 这些限制将使安大略校损失超过30亿加元的收入 谢谢您的收看 试炼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